再吃一点西瓜吧 来来来你再吃一点 好吃的西瓜了 野薯啊 这西瓜好吃 对很甜啊 不行 饱了 真饱了 不行了 我也好饱了 我吃不下了 就这个放进冰箱里面了 就这样 对 这个西瓜 我要把它 放进冰箱里 放到冰箱里去 不用贴了吧 这个就直接放进去就好了 要贴 冰箱里很多细菌的 我要贴一下 我听别人说 贴了保鲜膜 这个西瓜里面 会长更多的细菌 不行啊 冰箱里很多细菌了 会让保鲜膜更安全 更卫生 听别人说的 而且我觉得 这个保鲜膜里面 会不会有细菌 不可能啊 你看那么干净 透明的 怎么可以有细菌呢 而且人家是拿出来卖的 可能是检测过 没有细菌的呀 透明的细菌 你看不到人那么小 还是不要贴 我不信 我不信 你那我贴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睇今期的生活调查团 我是调查员水恩 厌厌压当中 我们都会想办法去消暑 其中一个办法 就是吃西瓜了 买回一个冰冻的西瓜回家 然后摄上几块 狼吞苦衍的 哇 这个味味多汁的西瓜 真的令人一瞬间就清凉了 有时候吃不完西瓜的话 我们就会贴上这个保鲜膜 然后摆入冰箱里 这个就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但是最近在网上就有人说 却了保鲜膜的西瓜 就会滋生更多的细菌 哇 这个是不是真的 俗语都说了 病从口入 饮食作为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谁会愿意将这个细菌 吃到自己的把口里 你说是不是 所以今期节目 我们决定调查一下 西瓜美味解汗 自然大受欢迎 大家每次买西瓜 喜欢多买几个 免着下次来回搬运的麻烦 但每个人的胃口都不一样 买家里 吃不如个西瓜 很多街坊都会铺一层保鲜膜 在上面 放入冰箱里 写着它 等有需要的时候 再拿出来吃 一旦我们不吃出被细菌污染的食物 就会引起很大的麻烦 症状轻的话 就会导致这个肚饿 如果严重的话 就会引起食物中毒 甚至乎要去洗胃 而我们的保鲜膜 就在一定程度上 帮助我们消除这些烦恼 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 保存正饭正宋的质量和味道 但是为什么在网上会有人说 贴着保鲜膜的西瓜 会滋生更多的细菌呢 这个时间 我们来听听街坊是怎么想的了 好 会啊 就觉得干净点吧 冰箱里味道 多少会放其他东西啊 是吧 那肯定要放个 切根膜会感觉好一些吧 会的 为什么呢 因为 会觉得它 手污染或者是 干净 保湿干净吧 会不会 为什么呢 就没这个习惯 我也不知道 我每次就直接放冰箱里面 会 为什么呢 因为保鲜膜里面 并不是很卫生啊 里面也有到个 什么细菌之类的呀 你反正也有这种酱 每天如果 我只知道 应该切保鲜 我应该会更 更少 不会觉得 我会把那个 外面的一层 切掉一小圈 很容易的一个 挺个人感觉 应该会把 像保鲜膜的很多东西 应该也不是那么 就是很 很安全 就是完全没有什么 化学物质 经过采访 我们发现一些街坊 把西瓜放在冰箱的时候 都会包一层保鲜膜 因为他们觉得 这样的西瓜 就不会那么容易变质 而且他们都不相信 包了保鲜膜的西瓜 会滋生更多的细菌 理由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 保鲜膜本身 就是拿来隔离细菌的 第二个就是 冰箱是一个冷冻的环境 这样两层的保护 就不会令到 这个细菌增多 大家看看 我桌面上的这个保鲜膜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仔细来看 它是透明的 而且是很薄的 看上去是非常干净的 为什么还会有 保鲜膜助长 细菌生长的这个全面呢 到底这个全面是真 还是假的呢 这个时候 我决定自己去做个实验 好了 我现在就来到了一位热心观众的家 一起来做个实验 看看这个西瓜包了保鲜膜之后 会不会滋生更多的细菌 调查员将一个新式的西瓜切开 分别用不同的方式储存 一份用保鲜膜覆盖 一份不用保鲜膜 然后放入冰箱里储存 好了 现在是第二天的时间 我们看看两个西瓜现在是什么情况 摸下去真的十分之冰凉了 闻起身都很想吃 我们现在看看它们外表上的颜色有什么变化 首先看看这个没有贴保鲜膜的 它们颜色明显比之前浅了一点点 再来看看这个贴了保鲜膜的 颜色上面就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我们仔细看 它保鲜膜上面是有一层霧的 到底它们两个细菌含量是多少呢 我们现在立即拿去检测 调查人将冰冻了24个小时的西瓜送去检测 与此同时为了实验的严谨性 我们增加了两个实验样本 一个是未开封的保鲜网 另外一个是刚刚切开的西瓜 如果支持那两份西瓜真的检测出細菌 那就可以查清楚它们的污染源 24个小时之后结果已经出来了 我们看到保鲜膜和新鲜的西瓜 并没有细菌的存在 逆债排除了西瓜和保鲜膜 本身对西瓜的污染 接着下来看看没有覆盖 而直接放入冰箱里面 处存的西瓜 它的表面含有30个细菌菌浪 不知道覆盖保鲜膜是否有细菌呢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覆盖保鲜膜在冰箱里面 保存的西瓜 它表面含有88个细菌菌浪 比没有覆盖保鲜膜的西瓜细菌 含量要高出不少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西瓜和保鲜膜都没有细菌 而冰箱的温度 按道理是不适合细菌生长的 但是为什么只是放在冰箱里面一天 覆盖了保鲜膜的西瓜 居然会生出这么多细菌 而曝光在冰箱环境之中的西瓜 反而没有那么多细菌 真的令我们摸不着头脑 这个时候 我们还是找来专家 帮我们选择这个疑问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问题 在冰箱里保存食物的时候 冰箱的作用它不是一个杀菌 那么它只是在低温的情况下 可以抑制气血的生长速度 所以其实来说 在冰箱里放置的食物的话 肯定是有细菌的存在 那么如果是说 你已经污染了食物放进去 可能这个体型的量 还会含量更多 还会含量更多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要指望 我们放进去冰箱的食物的时候 它是完全没有细菌生长的 那么在我们放了保鲜膜的时候 它有可能这种环境 它比我们不放的时候 它生长的速度稍微会更快一些 但是呢也是可以接受的状态 那么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通计呢 放保鲜膜的目的来 实际上是跟我们保存食物的习惯 有关系 那么我们的冰箱 不可能是单纯放一种食物 对不对 我们会放很多种食物 那么我们放保鲜膜的目的 可以尽量减少其他的食物之间 这种味道啊 或者其他的气味啊之间 产生互相的影响 那么它的复应 作用是在这个方向上 而不是说我加了一层保鲜膜 或者是直接放进冰箱以后 我就没有吸血存在 这是不可能的 原来是这样 保鲜膜的确可以帮助我们的西瓜 隔着外面的空气 防止外界细菌的入侵 但是没想到 保鲜膜在保护西瓜的同事 也会被西瓜带来危机 它被染氧菌的繁殖 创造了非常适宜的条件 既然是这样 我们还应不应该用保鲜膜 去保存西瓜呢 在保鲜膜使用的时候 如果是你在常温下保鲜的话 那么在短时间 我们还是建议说 能不用就不要用它 那么如果是你必须要放在冰箱里面 而且保鲜的时间相对来说长一些 我们还是要建议使用 原来综合来考虑的话 保鲜膜对西瓜的保存 还是有更多的好处 至于如何避免太多细菌的问题 专家就说 切开的西瓜最好就尽快吃 切开之后放三亿的西瓜 就尽量不要吃了 以免引发其他不良的反应 用保鲜膜储存的西瓜 再拿出来吃的话 最好先切了外面的一圈 这样可以避免吃到黏附在上面的细菌 没错了 切了的西瓜就要尽快吃光 免得走味和变质 之前我们就说了西瓜 用保鲜膜储存的问题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再讲一个关于西瓜的话题 他就十分之有趣 他就说了 夏天只吃西瓜可以减肥 这个是不是真的 嘩 只是吃西瓜可以减肥 听起来非常之有吸引力 尤其对于一些年轻女性朋友来说 这个观点从哪里来的呢 没错了 就是网上一个反应非常热烈 流传非常广的甜 帖上写到 从西瓜的营养业和作用来说 西瓜利尿 帮助消化 西瓜当中的水含量佔有绝大部分 所以西瓜可以加快新神胎痴 有排毒养颜的作用 可以帮助排除体内多余的水分 同时对有些人确实有减肥的效果 听起来好像真的有理有据 哇 如果真的这样实在太好了 因为西瓜又美味又可口 只吃西瓜可以减肥又轻松又省事 连我自己听到都想试一下 但是呢 以我的直觉 我觉得没那么容易吧 我还是有少少怀疑的 到底靠不靠谱呢 这个时间老规矩 问一下街坊的意见 那你觉得吃西瓜会减肥吗 可以减肥吗 但没觉得 只是觉得会 反正当是水果嘛 都会有点好处 我不知道 这个我倒是不清楚 每天讲说西瓜会减肥呢 不知道 没听说过 经过採访 我们知道街坊们有些相信这个说法 理由就是西瓜是素食 没有脂肪 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不相信 因为大家都觉得西瓜的含糖量是比较高的 而大家都没试过这种办法 到底只是吃西瓜好不可以减肥呢 我们还是继续调查下去了 没错了 望上传言说 西瓜具有减肥的功能 主要原因是它的热量是算低的 那它的热量是多少呢 相对于我们日常的食物来说 西瓜的热量又算不算高呢 实际上有些人的态度 有些人的看法是觉得 一甜的东西 就是吃起来甜的东西 就会热量越高 那么实际上呢 这是很容易产生一个误会的地方 从西瓜的角度来说 那么它虽然吃起来 我们感觉很甜 但是实际它的热量含量率不高 它的水分含量的话 基本上占了80% 甚至到90% 它的糖的含量 大概在5%到10%以内 这个范围 所以低西瓜 我们跟蔬菜的态度是一样的 它是一个低热量的一个食物 低热量的一个食物 那么正常的100克的西瓜 大概含量的话在15个千卡到20个千卡 这个范围内 这个范围内 那么我们的饭 我们的大米 100克的大米可以产生360个千卡的热量 那么我们的肉类 我们的肉类 比如瘦肉 净瘦肉 不要有肥肉的情况下 那么100克的瘦肉 大概是1500到1800个千卡 那么相对于这两个食物来说 西瓜的含量 西瓜的热量含量 它是很低的 它是很低的 没错了 如果我们想知道西瓜的减肥功效的话 我们要先来搞清楚 怎样才算是肥半 那造成肥半的原因又有些什么呢 引起肥半的原因有很多 饮食方面的两个重要原因 是脂肪和糖分的涉入过多 而一般成熟的西瓜 它的含量只有5% 算是比较低的 那么一直吃这些含量低 又没有脂肪的西瓜 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减肥呢 那么单一种食物用来减肥 实际上对我们整个生活上来说 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那么你要说西瓜减肥 那如果是你告诉我 我今天只吃西瓜 或者是我这一段时间都只吃西瓜 不吃其他的食物 那么我刚才说到 它的能量很低 你吃进去的 虽然是说有饱腹的感觉 但是大部分是水 那么它的热量相对我们吃饭 相对我们吃肉来说 它是低了很多 但是我要想问到一点 就是说到一点 就是你这样吃这种单一食物 你能够坚持多久 如果是你一旦说我坚持不住了 我要放开吃其他食物 那么你所说的减肥效果 完全没有作用 完全没有作用 它很快就会反弹回来 哇 原来看起身 低糖没有脂肪的西瓜 如果吃多了 不单止不能减肥 竟然还有可能导致起重的增加 这个真是令人大气一惊了 除此之外 专家还跟我们说 吃太多西瓜 还有其他隐患 我们接着来 一起听下专家怎么说 应该来说 任何一个食物来说 我们都不建议狂吃 那么你即使喜欢都好 那么这种情况下 也要考虑我们的胃肠道功能的问题 那么就是说吃饭吃多了 我也会觉得不舒服 那么实际上是同样一个道理 我们经常会见到 那么天气太热 就是说有些人太热的情况下 突然间有西瓜吃的时候 吃的过量 引起我们的肚子痛 腐泻 这些情况下 是很容易见到的 很容易见到的 所以不管怎么样 控制一个量 那是很必要的 没错 在炎炎下印 大家想抱着大西瓜 饱吃一餐 消暑解残 但我们吃西瓜 也是需要多加注意的 一次不可以吃太多 也不可以依靠它来减肥 真正的健康 是需要营养均衡配搭 等多方面的配合的 原来只吃西瓜 并不能够帮助我减肥 但是这个也不会损坏 我们对于西瓜的好感 毕竟民意食为天 西瓜作为微味的水果 还是很受大家欢迎的 既然大家这么喜欢吃西瓜 那肯定是很在乎 自己选的西瓜 是不是最甜 又或者是最漂亮的 下面就会有你想要的答案 我们继续调查下去 西瓜品种琳琅满目 西瓜的形状也大小觉染 所以我们在选西瓜的时候 都很头痛 选了半天就担心选不甜 拿到一切喝看看 又不现实 敲敲它也不知道 怎样才算甜 大家真的非常渴望 一些靠得住的 选西瓜的绝招 来解烦恼的 那到底怎样 再选到又漂亮又甜的西瓜 没错了 每一次选西瓜 就真的好像一场赌博 如果运气好的话 就可以买到一个好的西瓜 如果运气不好的话 就没办法了 上个星期 有一位街坊就跟我说 他连续三次都买了一个又不熟 又不甜的西瓜 我自己都回到这样的问题 到底怎样才可以选到一个好的西瓜 这个时候我决定寻求万能的互联网的帮助 调查员上网输入选西瓜关键字 马上弹出154万多个结果 其中最醒目的标题就是 选瓜宝典 调查员怎么进去 发现这个宝典教你四招选好瓜 是这么说的 第一招 西瓜尺寸的圈 越细越好 第二招 颜色最好选青绿色 不要冒冒白白 第三招 西瓜剃头卷曲的比直的要甜 第四招 纹路整齐的西瓜 就是好瓜 好了 既然上面说 招学识了这四招的话 就可以选到又熟又甜的西瓜 那我现在就来到了超市 按照宝典上面的这些方法来选西瓜 看一下宝典是不是真的那么神奇 调查按照宝典上面的要求 首先选了一圈尺圈小的西瓜 同时选了一个尺圈大的西瓜 作为对比 然后选一个表屏颜色青绿的西瓜 与此同时也选了一个颜色泛白的西瓜 之后再选择一个西瓜剃头弯曲的西瓜 再选一个剃头不直的西瓜 最后选一个纹路整齐的西瓜 再选一个纹路不齐的西瓜 好了 放在我面前的已经有八只西瓜 我按照宝典的方法已经分成四组 分别就是颜色组 瓜底组 池圈组 还有一个就是纹路组 接下来有请四位志愿者一一上场 Hello… 很欢迎你们 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我们四位志愿者 亲口去品尝一下这些西瓜 看看这些西瓜究竟甜不甜 首先我们有请颜色组的志愿者 战者真切切开面前的西瓜 可以看到里面的西瓜肉非常红 不知道它的味道如何 先等战者试一试 味道如何 没有味道 是淡的 没有味淡的 是的 而且肉是軟的 軟的 我看来这个西瓜不太新鲜 是的 那就OK了 应该不可以吃了 那我们切另外一个颜色比较深的西瓜 我想这个应该会比较甜一点 听声音就知道了 听声音就可以知道了 是的 应该是起沙的 哇 味道如何 一般般 一般般 虽然起沙 但是 不是很甜 不是很甜 那相对于这个颜色浅的西瓜 这个甜一点 这个甜一点 嗯 好了 那我们刚才的志愿者也说了 颜色浅的西瓜是不到颜色深的西瓜甜的 哎呀 宝典的第一招已经成功了 难道这个宝典真的那么准 我们还是继续吃下去了 接着来 瓜蒂组的志愿者品尝了两个不同的西瓜之后 得出的结果 是瓜蒂直的西瓜 比瓜蒂湾的西瓜更甜 在池圈组当中 池圈大的西瓜是甜的 而池圈组的西瓜居然熟到烂了 真是令人提笑皆非了 最后文露组的志愿者经过品尝之后得出结果 那个就是文露清晰的西瓜 比文露运运的西瓜更甜 好了 经过我们的现场实验 这个传说当中的宝典 并不是说所有都是准夺的 那么这个宝典 在专业人士的看法又靠不靠谱呢 那以后我们的生活当中 应该如何去选香甜可口的西瓜呢 我们还是去请教一下我们的专业人士 总结来说 我们发现 选择宝典的四招并非完全准确 而还有一些可能会导致熟到难的西瓜 而知道专业人士 对这个宝典又怎样看呢 看那个瓷圈的底部那里 那个皮呢 按上去越韵越好 这样表明它那种瓜是比较老的 还有长得比较好的这样 外皮 超西瓜呢 那个外皮呢 其实是越清理越好的 还有那个条纹 纹路那些都是要亮一点 均匀度呢 它就是那个瓜 不要就是一边大一边小 就是太明显的那种 这样 没错了 专业人士从各个方面 就和我们分析了这个简瓜宝典 原来这个宝典 并非是万能的 还要考虑到西瓜品种等因素 那到底怎么可以提高 我们选到又熟又甜的西瓜的概率呢 这个首先呢 首先呢 你拿起那个瓜呢 就先看一下 就是看一些那个颜色啊 还有那个形状 形状呢 就不一定是要比较好的 比较圆的那种 还有呢 就是最靠谱呢 就是那个听一下那个声音 是比较清脆的 就是好比较红比较甜的那种 如果听起来呢 声音没那么亮啊 或者比较纯的 纯的话呢 就是那个瓜呢 就是比较 会比较熟一点啊 就是比较 就是没那么熟那种 哇 原来专业人士 都是用拍打西瓜的声 来判断成熟度和甜度感 另外专家还说 任何方法都不是绝对准确的 所以大家实在不放心的话 可以要求店家 现场切开的西瓜去便便 生活调查团 在这里也有几个建议 第一点 贴着保鲜膜的西瓜 储存一定的时间 会导致更多的细菌的滋生 但是为了保鲜保针 最好贴上保鲜膜 食用的时候 将外面的一圈 切掉它便可以了 第二点 西瓜减肥的说法 并不靠得住 因为西瓜本身含有糖分 经常吃的话 会吃得其反 第三点 选西瓜最靠得住的方法 就是听声 用手去拍西瓜 声比较清脆的就是好瓜 好了 在上面跟大家说了 很多关于西瓜的知识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在以后的生活当中 更好选西瓜 吃西瓜 和储存西瓜 好了 今集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建议 又或者想知道更多的节目资讯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生活调查团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